字幕視頻 集報集察都是假 集報集察都是假 違章政策不及格 違章政策不及格 其實在去年 在國會多數的民進黨的強勢主導之下 修法完成了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法 那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法呢 本來就是要處理這個農地上面的違法工廠 那在上一個版本的落日時間 就是違章工廠最後落日的時間 是在2020的6月2號 但顯然他們就覺得今年是沒有辦法處理完的 所以修法再往後延了20年 這個當時其實引起很大的爭議 那同時呢他們也有一個這個新的修法的一個很大的指標 就是說2016-520之後 也就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的新增建的違章工廠 他們都要急報急拆 去年7月立法院修過之後 一直此時到今年的3月才公告 到底各縣市政府急報急拆的狀況如何 中央代為執行 中央可以要求斷水斷電這些法條裡面的規定 理論上來講我們都知道嘛 新法公告之後就要照新法來執行 到底執行的怎麼樣 很顯然的是不及格的成績 在2005年工服法剛開始提出所謂的臨時登場公計這個登記制度的時候呢 違章工廠的數量就開始飆高了 到第一次修法民國99年的時候 2010年飆高到4700多 那我們經歷了幾次 103年的時候又再次展延 你可以看到這個整個曲線就是不斷的往上竄升 在今年的5月6號 我們也聽到了一個非常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是在新法裡面所謂特定工廠登記辦法裡面 我們納入了一個不移設立工廠的區位 那各位可以想像嗎 不移設立工廠 就是什麼工廠都不移在這些區域裡面去新建 也不移裡面有任何的工廠 但是許多的這個林登業者以及這個新增界的違法廠商 就聯合起來要求立委要開放所謂的農產業群聚區位 必須讓這些違章工廠繼續在上面合法經營 那農委會在這樣子的壓力之下 似乎看起來是要開放所謂的農產業群聚區 讓這些違法工廠繼續經營 完整的農業發展區位都沒有辦法守得住的話 那我們的整個農業發展環境 其實就是不斷的被這些違章工廠侵蝕 2019年的時候經濟部喊出了說 他們要再做一次的清查 因為他們覺得農委會做的資料不夠準確 還有很多是疑似違章工廠 因此民間團體在等這份清查 2019年花了1.3億的錢 用了錢瞻計畫的預算 請各縣市政府外包廠商去做這份清查資料 目前為止 2019年的執行 全部的縣市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行文到 這個縣市去要這份2019年的未登記工廠清查報告 各縣市的回聞是說 報告已經完成 已經送交經濟部 但要不要公告是經濟部的權責 我們就打電話問經濟部說 那這份未登記工廠的清查報告和資訊 在現在的工廠管理輔導法 28支3條有明列出應該要公告這些調查情形 以及各縣市斷水斷電和拆除的資訊情形 什麼時候才要公告 那經濟部就說 因為怕這些縣市統計出來的資訊不夠準確 他們還要再去確認一點 現在已經是2020的5月了 公布法已經上路兩個月 這份清查報告已經從2019年做好到現在 他們還在說 我們還在重新確認中 另外一件應該要在公布法裡面承諾 民間團體會做的資訊公開 是工廠管理輔導匯報 這個匯報是經濟部會每季 然後召集各縣市政府的承辦 然後跟相關的中央單位來做 未登記工廠的所有處理的檢討和讀處 但是這個匯報我們上個月詢問的時候 說還沒有要召開 結果在四月底的時候 他們就默默的召開了一次 然後默默的把會議紀錄放上了網頁 那我們看了這份會議紀錄之後 發現裡面完全沒有在討論新增見的主力情形 也沒有在討論中高污染的簽查 完全只有在討論 一些要怎麼樣擴大納管範圍 讓一些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申請就地合法的廠商 可以繼續就地合法的情形 那我們這邊就是持續的要向經濟部要求 資訊要更加公開 而且民間團體要繼續參與進這個監督的行列 才可以讓未登記工廠的處理得到更完善的解決 大家猜看看彰化線 現在猜了幾家 答案是零 一家都沒有 一家都沒有 那我們從歷年來 107年的 2017年到現在 我們都看到 我們把那個文都寄給 中央 有包含一件署 他們都說 這個請一把查處 你看那一件署也是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也是說 請查處 然後農委會也是 都是從107年回覆的 然後他甚至連農委會還把這個文交給內政部跟經濟部 說這個是你們應該要來負責的事情 那還有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都說 這件事要處理 我們都看到 中央都有提到說 這都要處理 那我們也看到 像107年彰化線證 我們就回到回覆說 農地工廠 我們要不要猜這件事情 他就說啦 農地違章建築一案 上查五加工事實 不是非屬工廠管理符寶 輔導法的一個範疇 簡單簡就是說 這個工廠 田皮油蓋好了 正在蓋的 蓋好了 抱歉 沒有在進行加工 你工廠的基金沒進來 不好意思 我不會去拆他 我不會跟他斷水斷電 這是我們彰化縣政府 目前的處置方式 還是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看到 從2017年 我們歷年來檢舉 到最近我們 上個這個月吧 這個月 我們去現看 從一開始 大家想想看 本來就可以拆的 這不不要 一直長大 這個工廠 一一的一直長大 還生產一個塑膠工廠 甚至在網路上都有 他的工廠的經營的網站 那塑膠工廠 知道大家味道很臭 然後還有這個鐵皮工廠 大屁膠工廠 還有像金屬工廠 就是大家知道做 類似電鍍工廠的東西 他在這間 是從2019年的醫院 我們開始兼具 他其實一開始三棟 後來變了五棟 那到現在最新的狀況 貨車卡車進去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我們等一下影片給大家看 政府一直跟我們講 會幾爆幾猜 這一棟 是我們歷年來 就是68件裡面 量體最大的 將近2200公 2200坪 這最近的彰化縣政府的回覆 就說請鄉公所 不好意思 你彰化縣政府 我們這土地 到底是不是違法 請鄉公所你們去現場去查看 是不是真的違法土地使用規則 那這邊有寫到說 請貴公所非都市土地違規 使用查報人員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規則 第五條 如果依照這個第五條的話是 其實彰化縣政府 是要成立所謂的聯合取幣小組 而且要定期的去查處 那我們就懷疑 彰化縣政府 你到現在依法去成立這樣的查契小組了 沒有 2017年到現在 一家都沒財 那地球公民呢 其實有發起了農地為家工廠的回報行動 也就是這個板子的行動 那我們收到了其實已經有非常多的上百件的案件 那我們確實也檢舉了57件 可是呢 在裡面只有一件他寫掉自拆 其他呢都到哪裡了 他們就到了列管的排拆 那列管排拆是怎樣 列管排拆就是過去 地方政府說我們沒有錢 我們沒有人力 所以我們沒辦法拆這些工廠 那他又陷入了一個死骨頭的狀態 就是地方政府說有啊 我有納拐啊 我有要處理這些新增建啊 我把它排拆了 所以這個時候經濟部 你必須要跳出來講 排拆算不算待遇執法 如果這些工廠 你沒有斷水斷電 然後你把它列入排拆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就要跳出來 進而中央代行 進而斷水斷電 進來